目前世界上拥有多达80亿人口,如果以人口总量来决定国家大小的话,世界地图将会变成这样,60%的人口位于亚洲,16%位于非洲,10%位于欧洲,8%位于北美,5.5%位于南美,包括了澳洲及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大洋洲诸国,则只贡献了0.5%的人口。 而拥有着最多人口的亚洲大陆,虽然地理面积也是所有州大陆中最大的,但其实当中国半的人口都来自于两个国家,印度与中国,反之区域如北亚及中亚,则人口密度较低。 然而,决定一块区域内人口数量的,其实可不单只有人口多少而已,还有着另一项重要因素,那就是这块区域的具体面积大小,一片地区上人口越多,面积越窄,人与人之间也就越拥挤。 这就延伸出了另一项指数,人口密度,简单来说就是将一片地区的总人口除以地区总面积,从而得出一块土地上的平均人口数量,一般以每平方公里内的人数为主要的使用单位。 因此,如果我们将一个国家的人口密度也纳入考量的话,就会发现人口多的国家有时候并不意味着较高的人口密度,就以美国、中国、巴西或俄罗斯为例子。 国家在拥有高人口的同时也拥有着辽阔的幅源,意味着境内所生活着的人口并不平均分配在每一寸土地上。 在发达的城市区域拥有较高的人口密度,郊外地区则相对地广人稀,使得这几个国家虽然在人口总量上足以排名世界前列,但平均下来的人口密度反而成为了世界后列。 相反,一些小国或岛屿国家在人口总量上并不算多,但狭窄的领土面积迫使国内人口倾向于生活在一个点上。 这就让这些国家在人口密度上反而处于世界前列,而今天的四处观察就将从国家、都会、城市到社区,带你看看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究竟能有多夸张。 而且,如果全世界的人口都按此密度生活的话,只需要多大的领土就能将世界80亿人口聚居在一起吧。 首先,让我们从国家开始说起,目前人口密度最高的主权国家要属位于欧洲的摩纳哥,是一个建立在法国本土东南部的袖珍国家,虽然全国仅有约36000的人口,但国家占地也只有区区的2.02平方公里,相当于新加坡的350分之一,香港的500分之一。 这样一来,摩纳哥每平方公里平均生活着接近1.8万人,是目前全世界平均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 如果以摩纳哥境内的人口密度将全世界的人口不间断生活在一起的话,那仅需要一个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也就是如国家马来西亚或越南大小的地区,就足以容纳目前全世界的人口。 而作为一个袖珍国家,虽然摩纳哥依靠着优势如避税、观光及博彩行业等,常年吸引众多海外人士前往该国,造就了现如今国内如此高的人口密度。 但无论从地理面积或人口总量来看,摩纳哥在规模上冲击量还只能算是做小成。 而如果我们看向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的话,密度最高的一国其实并不位于人口稠密的欧洲,也不位于高生育率的非洲、南亚。 而是一个大多数人并不陌生的东南亚国家——新加坡。 新加坡地理面积约710平方公里,境内生活着多达601万的人口,每平方公里拥有超过8500人。 是目前世界上超过100万人口的国家中,平均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 哪怕放在全球范围内也仅次于摩纳哥,人口密度是曼谷的1.9倍,雅加达的1.7倍,北京的6倍之多。 如果全世界的人口都以类似新加坡的密度生活在一起,那就只需要一个面积约94万平方公里,也就是如国家埃及或坦萨尼亚大小的地区,就足以容纳目前全世界的人口。 但是,虽然新加坡人口规模不小,但一成一国的它其实在根本上还是一座城邦国家。 虽然有着极高的人口密度,但如果将其与世界上另一些城市相比的话,结果其实就不太一样了。 例如,澳门的人口密度就比新加坡来得高,33平方公里的地理面积生活着接近70万人,是世界上极少数平均人口密度超过了2万的行政区化,且在人口及面积上都比摩纳哥要来得大。 而说到城市,作为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中枢,一座城市的人口密度往往可以达到超越国家平均的水准,以法国首都巴黎为例子。 这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一区,106平方公里的面积生活着超过216万的人口。 换算下来,每平方公里足足拥有2.05万人,是新加坡人口密度的2.4倍,又或是美国的曼哈顿,是美国纽约市中人口最稠密的一区。 虽然面积仅占了纽约市西部的一小片地区而已,但60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上却生活着接近160万人,相当于每平方公里人口多达2.7万。 如果以巴黎或曼哈顿的人口密度将全世界人口放置在一起的话,那各自仅需要面积约38及3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如国家日本或意大利大小的地区,就足以容纳目前全世界的人口。 但如果你以为,单是这两座城市的人口密度就足以排名世界第一的话,那想必要让你失望了。 哪怕身为全欧洲或全美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巴黎及曼哈顿也还远远不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 目前这一头衔落在东南亚岛国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42平方公里的市区面积生活着接近190万的人口。 换算下来,每平方公里多达44000人,密度就比巴黎还要高出2.1倍。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口都以类似马尼拉市中心的人口密度生活在一起的话,那仅需要一个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也就是如国家柬埔寨或比孟加拉再大点的地区,就足以容纳目前全世界的人口。 然而,44000人这个数字其实只取于马尼拉市中心的人口密度,并没将周边的都汇区人口给计算进去。 而如果说到目前世界上最多人口聚居的一点,那许多朋友想必并不陌生。 那就是,位于日本的东京大都会,广义上涵盖了东京及周边一共一都七线的范围。 1.3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生活着高达3800万的人口,若将其视为一个国家的话, GDP总量将排名世界前十,无论在经济、人口或面积上都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圈。 为了让大家有个更清晰的概念,这是一张覆盖了整个东京大都会的航拍图。 就是这样一张图片,生活着相当于全加拿大的人口,又或是世界上人口排行倒数87个国家的人口总和。 当然,东京大都会虽然规模庞大,但占地面积也并不算小,因此在人口密度上其实不算非常夸张。 平均每平方公里有着多达2800人,市中心人口密度接近1万,是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庞大的都会区。 而说到这里,我们已经从国家说到城市,一些朋友也许已经在思考, 城市下来就是郊区、住宅,还能有比城市更高的人口密度吗? 事实上还真有,那就是一项由于并不常见,以至于时常被人们所忽略的社区种类, 那就是建立在市中心的贫民窟,这里既集结了城市的高人口,也由于缺乏规划,加上贫困因素,迫使大量居民聚居在狭小的空间生活。 现代贫民窟中最具代表性的,要属位于印度孟买的达哈维,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之一。 但这个大指的是规模,指的是人口,却不是面积,因为这整个贫民窟占地仅有2.4平方公里,但里头却生活着高达100万的人口, 相当于每平方公里生活着接近42万人,说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也不为过。 而如果全世界的人口都按达拉维的拥挤程度生活在一起的话,那仅需要一个面积不到2万平方公里, 也就是如国家以色列一般大小的地区,就足以容纳目前全世界的人口。 看到这里,如果说单是低层建筑的最高人口密度就已经如此夸张的话,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目前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最多人口生活在多层建筑的密度又会去到多少呢? 接下来就带你看看目前这一历史记录的保持者,同时也是实际上全球在最小平方公里内居住着最多人口的案例, 那就是,位于香港的九龙城寨,是一座位于香港九龙城的已拆卸社区, 于清朝时期就已经开始建立,并在英属香港时期发展成一座类似于无政府状态的围城, 最终于1994年正式清拆,已只现已改建成九龙城寨公园工人到访。 九龙城寨在拆迁前的占地面积仅有约0.026平方公里,相当于不到5座足球场的大小, 但也就是这样的一片地区,建立着多栋密密麻麻的高楼,楼与楼紧挨着彼此, 街道巷子多且狭窄,确切居住人数难以估量,保守统计高达3.3万人, 但也不乏许多报道宣称,债城内其实拥有高达5万的人口, 但即便以最低的3.3万人来做计算,九龙城寨每平方公里生活着的人数并非几万, 也不是几十万,而是夸张的120万人,这样的人口已经多于世界上约80个国家的各自人口, 是目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最高人口密度,如果将世界上所有人口都按九龙城寨密度生活到一起的话, 那仅仅只需要一个面积不到7000平方公里,也就是大约3个卢森堡大小的地区, 就足以安置全世界80亿人口,面积只占了世界总陆地的区区两万分之一。 好了,这一集的四处观察就介绍到这里,由于不同机构所统计出的人口数量略有差异, 所采纳的面积大小也有所不同,其他城市如马尔蒂夫首都玛利, 孟加拉首都达卡或印度大城市孟买等也都时常出现在此类榜单上, 都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小编会将此次评比所采用的资讯网站放置在下方资讯栏,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查阅。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和打开接收通知。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所带给您的知识,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让我们到下一个影片四处观察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